大家好!欢迎来到MKR新闻频道!不要忘记订阅该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第25-26集预告 你比星光美丽层敌引发寒庭记星互相吃醋 你比星光美丽25-26集的剧情预告显示 张凤美帝医疗事故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 记星对此深感忧虑,星辰科技与东阳医疗的关系也因此受到波及 曾敌建议韩婷切断两家公司的联系,但韩婷对此表示警告 张凤美帝丈夫因家暴事件被记星拍下,韩婷和记星的感情因此更加亲密 与此同时,曾敌与韩婷的私下会面被记星撞见 记星醉酒后被唐宋送回,韩婷感到失落 电视剧你比星光美丽第25-26集的预告内容详尽 揭示了张凤美帝医疗事故在网络上发酵的过程,层敌的操作使得韩婷和记星之间互相产生了极度之心 记星得知这些事情后,仿佛一切都是早已设计好的阴谋 网络上的舆论四起,要求为受害者赔偿,因为这次事故使受害者的人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有人在网络上发布视频,揭露了星辰科技在创业初期曾受到行业巨头东洋医疗的庇护 这次丑闻让两家公司都遭受重创 业界对此议论纷纷,质疑韩婷怎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失误 韩婷认为,背后一定有人在推波助澜 长河与韩院见面密谋,早已预料到星辰会成为打倒韩婷的突破口 曾底找到韩婷,提议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切断东洋医疗和星辰科技的关系 韩婷质问她,这是她姐姐教她的吧 她还问,张凤美帝丈夫为什么会闹事,曾底对此心知都明吧 韩婷明确警告过她,不要做有损东洋医疗和星辰科技的事情 但曾底似乎把她的警告当成了耳旁风 曾底辩解说,季星一次次拖后腿,但韩婷从未责怪过她 韩婷直言告诉曾底,自己已经和季星在一起了 张凤美帝丈夫在家中对妻子施暴,质问她是不是想让她坐牢 季星及时推开房门,拍照搜集证据,并质问她 张凤美是病人,她怎么还能打妻子?她还是人吗? 她警告她不要乱来,自己已经录下了全部过程 张凤美帝丈夫愤怒咆哮,威胁季星交出手机 张凤美大喊让季星快跑 季星在前面跑,张凤美帝丈夫在后面追赶 季星告诉韩婷,现在那颗星星已经有名字了 叫心动不停,并把这张认证书送给了韩婷,她特别喜欢看星星 她刚来到这个城市时压力很大,但每当抬头看星星时就会感到放松和浪漫 韩婷感叹,比看星星更浪漫的是此刻有寄星在她身边 两人彼此说爱你,并依偎在一起 曾敌失落地问长河,她知道她喜欢韩婷有多久了吗? 她感到不甘心 于是,她约了韩婷在包间里私聊,却被季星撞见 季星因心情不好喝酒消愁 少一沉过来看她喝了很多,打算叫个代价送她回家 季星醉醺醺醺的表示不用,少一沉见她站不稳,就伸手扶着她 这一幕恰好被韩婷看到,她过来表示要送季星回家 少一沉见此情景,就识趣地离开了 听到季星说少一沉帮了她不少,韩婷质问,帮忙还让她喝了这么多酒 季星反问韩婷,刚才和曾敌在里边一起吃饭 她问过她了吗?韩婷让季星先上车,但季星宁愿打出租车 也不愿与韩婷同行 唐宋建议,让韩婷先下车,她来送季星回家 看到韩婷下车后,季星才上车,并对唐宋表示感谢 韩婷独自站在大街上,看着唐宋开车送季星回家,苦笑着摇头 深情求婚瞬间,韩婷真爱俘获季星,观众热议这段浪漫爱情 在这个春天,热播剧《你比星光美丽》犹如一缕 温柔的春风,吹进了无数观众的心田 其中,韩婷与季星的爱情故事更是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甜蜜向往 这是一段关于成长,礼节与深情的浪漫篇章 韩婷用她独特的方式,诠释了何谓真爱无敌 随着剧情的细腻铺展,我们见证了韩婷从默默守护到勇敢表白的情感蜕变 在凌晨时分为季星准备的生日惊喜,不仅是对季星生日的庆祝 更是她内心深处情感的深情告白 那精心不至的场景,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她对季星的无微不至的关怀 与深沉的爱意,让人不禁感叹,原来,真爱真的可以如此细腻而动人 当精心策划的求婚场景缓缓展开时,整个屏幕仿佛都被爱意填满 韩婷的每一个眼神,每一句话语,都充满了对未来的期许和对季星的无条件承诺 这一刻,所有的等待与努力都化为了最灿烂的烟花,照亮了季星的心房,也温暖了每一个观众的心 尽管外界对于这段感情发展的速度偶有微词,但更多的是赞美与祝福 因为在这段故事中,我们看到了韩婷的真诚与坚持,更看到了寄星在爱情面前的勇敢与接纳 他们的爱情故事就像是一场美丽的梦 让人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个人,愿意跨越千山万水,只为与你相遇,相知,相爱 这部剧中,韩婷与季星的爱情从最初的相识相知,到最终的相守相爱,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温馨与感动 他们的故事不仅仅是剧中的浪漫情节,更是对生活中每一个追求爱情的人们的鼓舞和启示 在这段感情中,韩婷的深情告白,细腻的关怀和无微不至的照顾,无不让观众为之动容 而季星的勇敢接纳,真诚回应和坚定信念,更让人看到了爱情的美好与力量 韩婷在剧中展现出的对季星的深情厚意,不仅仅是一种爱情的表达,更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许 无论是他在季星生日时的精心准备,还是在求婚时的真情流露,都让人看到了一个男人在爱情面前的柔情与坚毅 他的每一个眼神,每一句话语,都充满了对季星的爱恋与承诺,让人不禁为之动容 而季星在面对韩婷的爱意识所展现出的勇敢与坚强,更是让这段感情充满了力量 他没有因为外界的声音而动摇,而是坚定地接受了韩婷的爱,勇敢地走向了属于他们的幸福未来 在这段感情中,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那是一种无条件的接纳与包容,是一种勇敢面对未来的决心与信念 随着剧情的发展,韩婷与寄星的爱情故事不断升华,他们的每一个甜蜜瞬间都成为了观众心中的美好回忆 从初次相遇的心动,到彼此了解后的深情,再到最终携手走向幸福的坚定 每一个环节都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与力量 在这个春天里,这段感情故事不仅温暖了无数观众的心,也让人们看到了爱情的希望与美好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